來 客廳主牆經濟 好友都變損友啦 但是妳特別就是選 請英國來的設計師 英國 我的主牆面真的是英國來的 因為 因為英風鎮鎮喔 然後主牆面後面靠的是什麼 表示說 妳的小人問題犯得很嚴重 對 都來借錢 因為我們剛好 真的有一個 好 當他在討論 對 床位下期 竟讓爸爸一病就是八年 究竟久病不遇的元凶 要怎麼看呢 爸爸後來是身體 對 越來越差距 對 越來越 對 住多久 八年 八年 真的啊 他是不是住在這一間的時候 就已經有什麼徵兆了 一般人從 其實很容易產生一個 氣虛的現象 讓你的精神 還有你的養分 好像常常會這樣卸掉 像傳來這邊水 用事物 委託人的家裡 竟然有很多讓人花錢 不手軟的格局 也讓他十分曖昧 而金晶不景氣當頭 究竟要如何固守財庫呢 難得今天可以早一點收工 結果怎麼到現在還沒來啊 而且天氣好熱喔 對啊 好煩喔 馬上... 我不去刷這個 不好意思... 你知道那個 櫻峰廣場在當特價 所以我覺得是 去買了很多東西 然後想說今天一旦這樣來 我就先寄託 委託人的那邊好了 妳就去尿客房 你連出外景 都還可以先去買東西 你真的愛買耶 真取時間 你知不知道櫻峰廣場 那東西多貴 他真的打個特價就差很多了 我知道 可是以你的個性 你這樣真的算客氣 還買得少了 你怎麼... 來...這邊這邊 那個委託人家可以放啦 請我放下... 我跟妳講 超多好貨 你也買太多了吧你 超多的... 我跟妳說這兩個枕頭 來 妳幫我拿這包 妳買什麼 這兩個枕頭 特價品 妳知道嗎 而且是限量的 限量在特價 妳知道我多難得嗎 我懂... 而且我本來還要搶那個 妳知道啊 蝙蝠俠 結果蝙蝠俠被買掉了 而且妳看 其實這個是用意是這樣子的 對啊 妳看人家多厲害 對不對 對啊 妳看 妳在家裡看妳手來玩 妳看多好玩 對不對 真的耶 兩顆才299 對不對 便宜 妳也不幫我多買幾顆 妳這要錢啊 我跟你講這一個 這不得了 這個娃娃 妳知道嗎 它是限量的 這有用嗎 限量的 妳知道它的珍貴在哪兒嗎 我知道 應該是有刺繡 要孝順 是有紀念的意思 對 錯 是這一撮 這真的是很珍貴 妳知道 小心 誰 別問 有三三的 聽說它的特別處理 有蓄離子燙 你看 有 真的滿難的 真的 所以這身是要買對不對 對 再來這一個 我跟你講 這一個 這個腳踏車 是不是就是寫著我女兒的名字 客架 可是妳的腳踏車很難停 因為它 這怎麼騎啊 不好意思喔 妳知道外面一台五萬多塊的腳踏車 都是沒有腳踏車 什麼意思 那沒有停 就騎到這邊說 好想買個飲料喝 可是好像也沒有腳踏 它就這樣子有沒有 妳知道五萬塊的都是這樣停的 OK 妳真的我覺得妳真的 健廣太狹隘了 妳的健身太狹隘了 我真的應該要去 風廣場走一走 我真的太久沒買東西了耶 太開心了 今天買成這樣子 我真的好開心 而且接下來我還要再換電話 你知道嗎 然後還有一個包包的 剛進來看 好 我想聽了 老師 你可以告訴我們 我想有一些人 他就是會你知道 忍不住的有購買慾 然後什麼都想買 克制不住自己 買很多還是都是瞎貨 妳這腰帶怎麼賣 好了 謝謝 對 這確實跟他居住的 風水的關係 就是風 就是不是那個一般的風水 就是風 這個風 因為有點刺青風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有些風水的格局 會造成他忍不住的一個購買慾 而且他很會賺錢 但是他也很會花錢 所以這個購物慾 會讓他產生這樣的一個慈喪 所以老公們 不要再怪你身旁的老婆 愛買東西了 一切都是你家的風水 有問題 真的 後來是因為我風水有問題 所以我才買人這樣子 都是風水… 我們今天趕快來 天啊 我現在離開櫻翁工廠 我買了什麼東西 就這麼多 今天把你的床牌都花光了 我跟你講這台風水的問題 對 好啦 回去看看有什麼風水 可以讓自己少買一點 或者是至少買在刀口上 沒錯 不要亂買瞎買 對 沒錯 常常亂買東西 可能是風水造成的 也可能是被購物專家給慫恿了 沒錯 今天的委託人 就是購物專家宇朋 家裡的口舌煞氣 讓他和家人鬧不和 如今房子沒了人氣 只剩他一個人孤零零的住 除此之外 家裡的照音煞氣 更讓他的運勢受到考驗 究竟老師會怎麼教我們 提升家裡的人氣和陽氣呢 我還沒聽到耶 我已經聽到了耶 對 算他很厲害 我們家家方的 對啊 兩位好 黑正好 大家非常熟悉的購物專家 對 而且整個現在有偏瘦就更帥耶 對 他來這裡瘦很多 是來這裡才瘦嗎 對 每次都走上山是不是 跑上山 因為他來這裡要走好遠 你先考慮說翻過來 你可以在這邊瘦多好 是 一定會瘦的 好啦 但是身體可以瘦 身材要瘦 但荷包不能瘦 對 他瘦殘了的 對 你這樣花法 很瘦 荷包瘦的人也會瘦 你的購物 你平均那一個月 你製妝費那要花多少錢 我應該這樣講 一個月大概消費十萬塊 就是蜜莉拉全部買下來 是 對 買包包都不錯 因為有些女生 比如說他可能一個月或是一年 他可以扣達是買幾個包的 對 你有這些扣達嗎 也有 可是男生的包不像女生那麼流行 就一直出 可是他出來的包包都價格會比較高 對 所以一季應該也會就下手一兩個這樣 對 一個就要留位數 對啊 老師 怎麼辦 跟我參加每天在介紹這些東西 然後他自己就會深深的背心 真的 一直買不是辦法 我覺得這樣就是很有說服力 因為你要叫大家買 你自己先買了 就表示這東西真的好啊 你要把那個熱誠 對 我也是後來這樣合理化的 對 我也是 對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這個享樂屋 我覺得享受人生是沒有罪的 但是然後花過頭 讓自己生活緊縮 這就是有點辛苦的 那我們要如何看這個風水呢 其實我們一進來就可以發現 它是 它是賺多又花多 怎麼看 老師怎麼看 我覺得那群他很氣派耶 而且你看看這個人有多愛錢 你看 你看他高學官的富居 就一直出去要咬錢 對啊 又刺激 咬錢 你看 手機跟貧修 貧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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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貧修 貧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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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貧修 就是第一個自命禁止 對 就是 開門見進 這是很典型的 你的禁止呢 只能放你的左右兩邊 但是你不可以放到正對大門 因為正對大門呢 第一個你會讓你的大門 變為兩個門 而且它這個公寓呢 又是一個門對門的格局 所以它這個門呢 是Double的 所以會一直想出門 第一個會一直想出門 第一個會想出門 確實會待不住 第二個呢 它會形成什麼呢 會形成就是說它花情的慾望 還有它口舌是非的問題 會特別多 所以說這一個問題呢 一定要把它解決掉 就是禁止就是不能罩門就對了 風車上就是一個大型 而且呢 禁止罩門呢 會嚇跑財神業 然後呢 開門又見這個梁了 表示說壓力的來源 雖然你花錢花得多感覺很爽 但是呢 你是在紓壓 有時候我跟妳講 真的 有時候你不是花錢花得爽 有時候我真的刷卡 對不起 然後會覺得說 我為什麼要這樣 你怎麼 明明就店員在刷 你是不是在旁邊簽名 你應該簽名簽到什麼算法 就會覺得還有一些粉絲也再來 因為就是有時候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買這些東西 但是好像就是 行屍走路的班的在買 對 而且他買的東西都會有一個理由 告訴自己說我一定要買 對 所以有時候就是開門見這個梁了 表示說其實你自己生活上的壓力 也是滿大的 比如說工作上的壓力 家庭的壓力 導致於你自己的消費的慾望 會特別的強 然後又加上這個格局 那我們來講的話 其實它有很多的 開運的一個擺建嘛 對 開運擺建來講的話呢 那又有聚寶盆 聚寶盆是守財 其實我們應該要分門別類 把它做一個那個 不是說擺放的位置 怎麼分 是全部放在一起就好就對了 對 不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一般觀眾朋友 你要知道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招財的話 你擺到門口 擺到玄關是對的 因為你要對著大門把這個柴給咬進來 是 那像這樣的聚寶盆呢 你應該要把它放在比較角落的位置 例如說明柴位啊 或是說你知道你加一個真正的柴位在哪邊 你可以把它要柴位 因為聚寶嘛 你要把這個柴器給鋸起來 所以這個聚寶盆呢 你應該把它放在你的明柴位 會更好 包含金凍營事 金凍跟聚寶盆放在柴位 那平修是放在這裡可以出去擺建 對 那聚寶呢 殘鼠也是放這個地方 因為咬柴的地方 那靜子呢 靜子當然就是你不可以對到嘛 你可以擺到側邊 那它這個呢 上面要掛什麼 涼的部分的話 我會建議你可以擺水晶柱 會更好 在這個地方 你擺兩個水晶柱把它頂起來 然後我們之前有講過 頂天的彌勒佛 也是可以把這個涼殺給劃解掉 老師要放什麼先後順序嗎 先後順序來講的話就是說 因為這邊地方還是招財為主嘛 所以你就以招財就是 貧修正財為主 因為貧修呢 它是一個帶兵打仗的將軍 它是幫你招正財的 那這個殘除呢 是招偏財的 所以你應該是在 這樣會更好 貧修前殘除後 這樣子很厲害 其實我覺得有點預算話 很多人在懸關的時候 會做一點那個造景的櫃子 然後打個燈啊 它這樣子是不是就可以把這個 涼藏起來了 可以啊 例如說 它如果利用裝潢的原理的話呢 它可以把它做一個間接照明 然後呢 上面打氣散燈的話 其實你的玄關呢 可以很亮 很亮 而且呢 有貴人運 有沒有一種 有人進門它就會立刻亮的那一種 有 感應四頭 對 感應四頭 這也是一個破解的方法 或是你沒事讓它一直這樣 一直 自己亮 自己亮 就 財神來了 財神來了 好 門口的兩大煞氣 構成了購物欲風水 也就是開門漸進 容易造成漏財 而開門漸涼 會讓人感到壓力 兩者合起來 就容易讓人想藉由購物來紓壓 所以鏡子最好移走 避免針對大門 另外化解糧煞 除了擺放水晶柱 或定天彌勒佛之外 預算夠的話 也可以將糧改成間接照明 以照亮明堂 提升貴人喔 它這個地方可以看出 它的口舌是非的問題 也是兩大的 第一個開門漸進 你有沒有發現它這個玄關 它就開了好幾個門 對 真的耶 可是它也不是說一開門就看到 它也是要進來才 這邊一個門 兩個門 然後後面好像還有鞋櫃的門 對 所以你看 它光一個玄關的空間 就有包含大門一個 然後還有這邊一個門兩個 三個 然後加上鏡子反射 等於有四個門 所以說這個地方太多的門 表示什麼 表示 也會有 然後出外的口舌是非 也會產生 真的 現在家裡我還住好多個人 鬥大身為一個人 嚴重口舌炸氣 盡讓家庭奔崩離析 客廳主牆經濟 好友都變損友啦 但是你特別就是 請英國來的設計師 英國 我的主牆面真的是英國來的 因為 因為英風鎮鎮喔 他主牆面後面靠著什麼 表示說 你的小人問題犯得很嚴重 對 都來借錢 因為我們剛好最近有一個 好 好 好 這個地方太多的門 表示什麼 表示 家裡的內鬥的口舌 也會有 然後出外的口舌是非 也會產生 真的 現在家裡 真的 你一位 單位可以看 就是兄弟姐妹之間 外邊 為了什麼事 應該這樣講 因為我們家都職業群人 我哥哥也職業群人 弟弟也職業群人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在購物台工作 那我又有 監裁隔壁台的工作 所以我們收入比較好 有時候就是 武藝中 其實就是會 講話比較大聲 然後慢慢就跟大家 真的 真的疏離好遠 這個屋子現在只剩我一個 可以同學 所以你得到了錢 那是失去的家人 對不對 我連 像之前過年 一個小小的年菜 都會吵架 然後就都沒回去過年 這也太嚴重了吧 對 其實我們常常講 家和萬事興 你賺到太多的財富 其實你家裡失和的話 其實這財富是留不住的 了解這一點 因為其實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無論風水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個十戒 其中一戒就是你的 一定要修口德 不管你賺多錢 你一驕傲之後 反而這些都會對待的財富 完全沒有 沒錯 所以你看一進門 這個口舌是非的問題 家裡內鬥的問題 一定要改善 可是老師我問一個問題 他這已經固定 那我要怎麼去話題 其實你看你的裝潢 還有包含你自己的這個 生活上的品味 都這麼夠的情況下 其實你應該要利用就是說 如果你家裡的房間或空間 確實有這麼多的門 你如果你覺得裝門簾 會破壞你的裝潢 那你一定要用一個隱藏式的 多利用這樣的裝潢 把它破解 其實就可以把這個型煞 化解掉 來 看一下 其實它好像有點 別有洞片的樣子 對啊 你一進來 它等於是 就已經 對 你看那邊的門 超多的 可是以前的房子 就是都是這樣子 一進來一個走道 就每一間房間都在裡面 老師 它這樣有影響嗎 因為它其實一開門 也可以看到裡面的門 是啊 所以一開門 我們看到玄關就有四個門 然後一進來客廳這個空間 又有那麼多的門 完全都是外露的 外訪的 然後這是口舌是非的影響 然後再來造成它第二個 享樂 控制不出慾望的 就是這一個地方了 對 它這個地方很詭異 因為它又不是 它不是廚房 它不是廚房 它就只是一個 不知道在做什麼 就是一個吧台 對 那這樣子 怎麼了嗎 為什麼它 就是把餐桌代替 對 沒錯 這個是吧台兼餐廳 所以它的餐桌放到這個地方 而且比大臨最近 所以它的貢獻就是從 大門進來開門見散的格局 所以就是享樂嘛 我們之前有講過 如果開門見散的話 不利家裡的男生 因為家裡的男生 比較容易會想要玩 找到吃 所以它這個吃小吧台 也算是見散 也算啦 因為它沒有另外一個餐桌了 這個就是等一下的餐桌 那它如果都是在那裡吃出來的 也是開門見散 因為它整個格局的設計 還有它自己本身的認知 就是認為這是餐桌 就是在這次來 對 我偷愛在這邊吃 我一直拍在這個地方 難怪你電視都轉一邊了 對 因為現在就坐在這裡 對 我就坐在那個位置看 其實方便 因為廚房出來就坐在這個茶樓 對 我整天都在那裡 那它怎麼辦 它這邊要把它弄起來好 如果你的這個開門見散 完全沒辦法改善的話 我們之前有用一個 五行的鈔票的方法 就是你找五個顏色的新台幣 然後還有一個中間 就用十塊或五十塊 你把那個正法 貼在這個吧台下面 好 山桌下面 好 就可以改善這個開門見散的格局 了解 就沒那麼愛吃了 也沒那麼愛放 受財啦 對 受財 錢會比較留得住 好 是 對 因為你其實看他們的品味 是滿好的 好像會花滿多錢在吃東西 享樂上的 開冰箱就知道了 對 你看他正前方那一坨 我剛剛就問他說 你那一坨是買的還錢 他說買的 買的 老師 因為這個壁爐 其實是做起來滿花錢的 對 那它有風水上的加分的作用嗎 有 它有風水上的作用 因為它整個房子呢 是聚集了滿多的陰沙的問題 等一下我們可以再去看 但是呢 我們先把它這個花錢的慾望呢 還有第三點 就是它的柴位的部分 它柴位的部分就是你看 一進門的名柴位呢 就有個 所以它的柴氣吹上 對 但是呢 還不錯 它有這種褲槍 怎麼了 怎麼一踢馬扳到我啊 你為什麼撞到馬 這不是馬嗎 是啊 是整隻嘛 這裡可以撞它 我沒有撞它 因為我要走過去 就撞到啊 你不要小看這一張 它就比你駕駛的跪吧 哇塞 那一模一樣的實感 屁股坐起來 屁股坐起來 屁股坐起來有比較舒服嗎 有 你會跑比較快嗎 有 你會跑得很順 好啦 馬年秦大運 對 我都把錢放在上面 馬上有錢 老師 聽說你是 平常都把它泡起來的樣子 對 乖乖 對啊 老師 家裡放這種 動物皮的這個 有跟生肖也有關嗎 一定有關係 我們剛剛講 不管是生肖的一個板件 或是它的形象的東西 甚至是它這種皮標本 還是皮 這樣的話呢 其實跟它的那個生肖 還是有關係的 譬如說馬就忌諱老鼠 因為鼠跟馬是相鬆的 但是呢 但是如果跟羊的話呢 就很合 老公是羊 老公是六合 那我不知道 那薯娃薯的跟豬 我總共用豬皮吧 可以吃吃豬耳朵啊 為什麼要吃 不是長豬頭的 會膩耶 但是你不一定要吃 那用豬皮 你可以用得給它 豬的擺件 豬公 玩偶 都可以的 做菜上面有的抑鬱 就是馬上有錢 馬上怎麼樣 馬上行動什麼 就是會給自己喝 對 對 我真的會是 就覺得有個理由 所以因為這就是一個享樂屋 有這種黑衣的解釋 也是正常的 好啦 那是因為它的財位呢 一直這樣花錢 對 你的財位很妙耶 因為主要有 裡面有個動物 寵物耶 上面也有一個 不是寵物啦 那個 什麼蠶什麼的 植物 因為我們這邊是三邊 昆蟲啦 沒有 主持人家 上面有昆蟲 它有昆蟲耶 你這樣好貼人喔 沒關係 你是它悲到的臉這樣 而且你為什麼有一個臉子 在你的氣口前面 然後自己也在開 那就是鵝啦 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它這個地方講話 像有這些小昆蟲啊 或是說比較有一些蜈蚣 蛇等等的 比較會有 家裡常常會出現這種 這樣的地方 表示引擎 表示引擎 對 因為太高了 它會爬得比較辛苦 那我只是舉例啦 如果說家裡呢 有這種蛇啊 蜈蚣 或常常會出現這些 莫名其妙的 對 那蜘蛛是普遍的 但是蛇跟蜈蚣 是最明顯的 蟑螂 蟑螂也是很普遍的 對 好 所以是蛇跟蜈蚣 這兩個東西 如果常常出現在家裡 蜜蚣會怎樣 蜜蚣也是正常的 對 這種表示說呢 這個家裡的有一點靈氣 或是陰氣的一個象徵 你現在是只是在講好聽話嗎 靈氣是家裡鬧鬼嗎 靈氣就是說比較有這些靈 對 有比較陰氣的意思 是假的 對 有陰鬧鬼 就很比較 對 所以也是會常常在 陰風百貨買東西的那樣的 陰風好長 是 所以說我們常常講說 為什麼它花賢享樂的慾望 就是這個才會也出了一點問題 就是它上面有冷氣 但是好幸好 好在還有相信風水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地方放了一個金豆 放了一些燈 把它做一個補強 所以說把這個 還有把這個窗簾放到這個地方 所以把它做一個遮蔽的效果 那你如果現在開冷氣的時候呢 把它移過來一點 所以它這個蓮子 反而是加分的 是加分的 它把它這一個冷氣機把它給蓋住 老實說特地花錢買了一個 金元寶 銀的元寶 銀的元寶 對 所以他們說那裡不能空 要鎮住它 所以是真的 是真的 純銀一定賺這樣嗎 對 我就想一定賺 這樣純銀一顆大概多少錢 差不多一萬多塊 所以為了要招財 要先花一些錢去買一些真的 對 但是因為它是純銀它也會保值 對 至少你接下來 如果有一天缺的話也可以賣銀 賣… 把這個銀賣掉 銀式賣銀式賣掉 對 那其實我覺得要給觀眾一個概念 就是說其實呢 你要開運不一定要花大錢 其實花小錢開運呢 就是阿湯哥的本命 應該比較小細一點 阿湯哥 比較欠缺嘛 所以要招財 不用花大錢 真的 真的不需要花大錢 如果說你的收入 或是你經濟能力 可以到這樣的程度 然後呢 你去花這樣的一個 我們講很好的 寓意的一個產品的話 我覺得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說一般觀眾 沒辦法的話呢 其實呢 我們之前有教過大家 在柴衛點一個 它也是有這樣聚財的效果 可是呢 你看你這麼多的聚財 我們剛剛講 口舌是非的問題 小人的問題呢 在這個空間的方位呢 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要怎麼看呢 一般我們來講 沙發後面的主位呢 這個主上面 是我們的靠山 凹凸不平嘛 對 它第一個 小君姐姐 她是二魚皮造型的 她沒有 她就是凹凸不平 好 對 這是你特別 就是請人家做的事 請英國來的設計師 英國來的設計師 其實英哥很多 也是可以這樣躺 英國 第一種 然後她塗上去就有這樣的感覺 對 不是 我們台灣人也有鱷魚 難道我們不會做嗎 為什麼要英國的 不是 因為用鱷魚同事的講 剛好來台灣工作嘛 那旅遊啦 然後就碰到他 不是 我去英國念書的同學啦 好 我的主牆面真的是英國來的 因為 因為 因為他 對 因為他後面呢 他後面的這個格局呢 一般我們主牆面後面 應該是房間 或是書房的空間吧 但是他後面的格局呢 卻是一間廁所 所以說他主牆面後面 靠的是一個廁所 表示說你的小人問題 犯得很嚴重 而且貴人容易成為你的小人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可能交了很多的好朋友 可是這個好朋友呢 交朋友越多 你的危險性越大 對 都來借錢 真的假的 所以你都會借喔 朋友啊 因為我們剛好 最近有一個投資案啦 對 對 所以我們都可以 跟我們一起加密碼 沒有一些聰明的感覺 可是我們太明顯了 好 太明顯了 太急了 這個其實真的 好啦 不是他討論啦 但是阿康剛的那個意思是說 主座位的後牆 如果後面是廁所的話 就會有這種狀況 對 會有小人的問題 是喔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他的主座 不是... 所以跟他的牆面 凹座位也沒關係嗎 第一個有關係 他已經是凹座不平的 對 所以路很崎嶇 而且他後面的這個空間呢 又剛好是廁所 更崎嶇 所以是雙倍的問題 所以他的路既寒冷又崎嶇 對 那就是上廁所很困難而已啊 你好誇張 上廁所困難 最後也是要去看醫生耶 對啊 對啊 會不舒服 對 所以他第一要先把這個 英國人的牆面改掉 對 就是把這個陰風的問題解決掉 那要如何解決呢 其實很容易 因為後面是廁所的格局的話 你就在廁所裡面 縱黃金閣 把這個會氣除掉 那此外你可以在上面 多加幾盞的燈 把這個牆面打亮 然後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放一幅向日葵 為什麼 因為這個陰氣 比較重的地方呢 他用向日葵的一個代表 讓這個陽氣增加 而且因為那個男生 可能男生住的地方 顏色也比較暗 對 對 恐怖喔 客廳的主牆 又是複合情煞氣 而深色的牆面 而且凹凸不平 容易造成招音 以及浴室坎坷 而後面是廁所 也容易犯小人 最好在裡面 擺黃金閣畫酒 而主牆也必須打燈 或掛向日葵的圖畫 來提升陽氣喔 老師 其實這個問題 還不算最大的問題 我最近碰到的就是 房價我們這邊 你知道A5站 那個機場捷運嘛 房價一直照理講 都會一直這樣 可是我這邊就是因為那邊 就一直都被砍架 漲價一直這樣 跟你擦身很過是不是 對 不是 大家左臉右色 差不多是這一區的行情到這裡 我們就硬被人家打折扣 就是那個問題 陽台怎麼了 就是那個地方 造成房價下跌的問題 究竟是何種鹹物設施 竟讓房價直直落呢 床位嚴重煞氣 透露慢性病前兆 爸爸後來是身體 越來越差 越來越 對 多少 8年 所以真的 他是不是住在這一間的時候 就已經有什麼徵兆了 一般人從 其實很容易產生一個 氣虛的現象 讓你的精神 還有你的養分 好像常常會讓人卸掉 不是要常常來這邊睡 用氣 我最近碰到就是 房價我們這邊你知道 A5站那個機場捷運嗎 房價一直照理講都會一直上 可是我這邊就是因為那邊 就一直都被砍架 長架一直這樣跟你擦身很過 對 不是 大家左臨右舍差不多是 這一區的行情到這裡 我們就硬被人家打折扣 就是那個問題 你要抬什麼了 就是那個地方 造成房價下跌的問題 好大念喔 對啊 你這樣子掃墓滿方便的啊 重點都不是我親戚啊 哇 是不是很大念 你這樣晚上應該滿熱鬧的吧 對 都不會孤單 這邊有人在開派對喔 不過說實在話 到了掃墓的時候 你這邊應該會很吵 對 清明節的時候 他這邊就會 人都會尋出 我窗戶都會很短一些 因為很近 可是你前面那一棟會更危險嗎 對 這邊還有一個社區 那邊還有一個社區 那一棟更近 對 我本來那時候想也是想說 雖然看得到 可是隔壁的社區擋住了 對 其實我們剛剛講 它這個放個火爐 壁爐的造型 確實是可以把這個陽氣增加一點的 但是它的裝潢色系 就是有點就是很衝突 陰跟陽常常就是很混亂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從它的前陽台看出去的 左手邊是我們的青龍芳 它的青龍芳 就是有一大片的這個夜總會 它這個夜總會其實很硬嘛 我們知道 那其實青龍芳 它象徵的就是男生的運勢 所以住在這邊的話 男生的健康一定會受到影響 還有它事業上的阻礙也會有 但是多半的話是健康的影響會比較大 所以如果伏地是在右邊的話 就是對這家裡面的女生有影響 會有影響 那如果是在正前方呢 正前方的話 對於事業的前景會入目 就是常常你的事業呢 要往高峰爬的時候 你常常就會往下 因為很多人都會有另外一種講法 就是說 如果你家裡有看到伏地的話 伏人居 對 就會比較美化它 就說其實這些好兄弟 可能會來幫你 如果你有就是 可是這些好兄弟來幫你 應該有所交易吧 我不知道 甚至有人這樣安慰 就是說其實沒有關係 不用擔心 因為看到這個又沒有怎麼樣 又沒有做壞事 確實伏地 伏人居 露衝的房子也是有人在住的 對 像這樣遇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先來整理一下 就是說如果你的房子前面是伏地 就會影響到你的事業入目 那如果說你的這個夜總會呢 伏地是在後面的 人家後面 這是我們可以從這個大格局 大環境來判斷這個雲次 那伏地伏人君的意思就是說 有些人的命格 或是說他出生的年 我們先用一個很初估的概念 來去談這件事情的話 就是說如果你的出生年 剛好是英年生的人 他就可能比較適合 對 就在這個 有伏地的一個環境的區塊 伏地啊 沒有陰陰啊 那什麼是陰年生的呢 就是說 我們一般像今年是馬年 馬年是不是甲五年對不對 那我們看 天甘的甲就是屬陽 我們講十天甘就是 甲衣 丙丁 物極 更新 人魁 是不是十個天甘對不對 那甲就是陽 乙就是陰 丁就是陽 丁就是陰 就是雙數的就是陰 對 所以說如果你是 剛好是雙數的那個 甲乙的那個乙 或是丙丁的那個丁 你是雙數的那個年生的話 天甘 那你就是陰年生的 老師 我五十六年一次的 對 你是那個屬陽嘛對不對 我屬陽 所以你那一年的天甘呢 就剛好就是屬於陰的天甘 對 那我們要如何查詢呢 其實很容易喔 例如說你是民國五十六年次的 你可以幫那個樓民曆 像鄉鎮公所都有送的那一種 然後它會有一個百歲的年鑑標 好 例如說你是幾年次的 然後你今年是幾歲 然後你的天甘地質是哪一年 那個都可以對照的 所以如果你是在陰年生的人 你碰到有這種伏地的狀況 就比較OK 對 通常比較不機會 就不機會 對 負得症喔 對 負得症 對 我覺得比較不機會 我真的覺得你很適合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製作人 然後搬到一個新家之後 他家就是對面一整片的伏地 那時候我們也覺得有點替他擔心 他自己就說沒關係啦 他覺得這個環境很好 一點都不在意 我跟你講 在一個月之內 他就工作自己默默的就辭掉了 他就沒工作一直到現在 已經十幾年的時間了 他就一直不想工作 然後再也找不到工作 然後整個人就是 每天待在家裡 不出門 沒有 所以我就覺得 對他影響很大啊 他明明就是一個好好的年輕人 不過如果你一般來講卡因的話 可以教大家怎麼看 這個人有沒有卡因 其實如果說你最近 當然如果你不是乾出問題的情況下 你的眼睛有特別多的紅血濕 而且不是乾爆乾的問題 是很多紅血濕 還有就是你的印堂這個地方呢 還有這個鼻洋的地方 青青 就是像小孩子如果嚇到有沒有 他這個地方如果很輕的 這個地方的話表示說 這也就是他比較有這樣的問題 有這樣有嗎 沒有 沒有啊 我也 你眼睛很明顯 你眼睛沒有 你黑白分離 對啊 沒有 那就是純粹乾不好 當然 現在比較高興嘛 純粹 對 到底哪一家 房子外面看得見麻辣喔 通常房價和運勢都會雙雙下滑 但只要懂得化解 還能夠讓你減便宜喔 我們可以在陽台種磨草或芙蓉 一或是掛八掛鏡 就能夠轉陰為陽 但如果你是以丁 己 心 偉 英年出生的人 就比較不忌諱喔 而身為一個購物專家 宇鵬對於代表事業的書房 也是很重視的喔 那書房也等於是在工作室 對啊 那掛了一個大分鐘是幹什麼 對 因為有時間的觀念 我覺得 會在乎時間 點不是在那個大鬧鐘 我覺得點是你的 什麼說上面 也太多招財務跟法器了吧 對 我交信風水 所以我覺得 一聽到人家講有那個感覺 我就去把它買回來 可是你這個放在房間裡面 有用嗎 我問老師 老師有用嗎 對 這問題問得很好 其實確實是沒什麼 太大的用處 好啦 你說你要研究風水 這亂發 對啊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想說 我擺了一些東西啊 然後買了 然後就擺著 但是擺錯的地方呢 其實它反而會 為什麼呢 你看 它的皮修放到它的這個房間裡面 書房裡面 皮修我剛剛講是要對外的 對 會咬材的 可是它皮修放到書房呢 其實是咬自己的材 所以你是把自己的賢材呢 你招自己的材沒有用 你要招外面的材才有用 所以說你這個皮修擺的位置 當然就是盡量把它移到外面的地方 所以它門口那個地方 就可以再放更多皮修 它如果一次排開 二十隻皮修在那裡 他們會不會 因為太競爭激烈了 就是你知道 每個都在比賽 對啊 李嘉誠有八百八十八對 誰 李嘉誠 相當首富 走 真的 所以你有在想 我有研究 八百八十太多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皮修不怕多是不是 其實皮修當然我覺得 四可二次 就好像為什麼 就像維他命的道理一樣 一個人吃了太多的維他命 對人體反而是負擔 他是香港首富 你要搞清楚 他有在嫌錢多嗎 他嫌維他命多嗎 對 但是你要想想看 李嘉誠的皮修 他會擠在同一個空間嗎 不會 應該是不會 他可能會有很多的房子 他有很多的一個 我們講說他的工廠 分開放的地方 對 而且他真的有這麼多嗎 這也是一個問號 所以我皮修要拿到外面去 對 其實這邊稍微要 稍微清空一下 擺個幾樣 因為在那個 我們講書房的空間 擺一些文房四寶 文昌塔 象徵跟文昌有關係的擺建 是好的 但是像這個財神 我覺得是最大的爭議 對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財神 我剛剛看了一下 它其實是有莊杖的 它有開過光的 如果這個財神 有正式莊杖有開光 其實它靈氣是在裡面的 你應該要找一個很清淨 很乾淨的佛堂 把它供奉起來 供奉起來 你去把它拜它 去求它 才會發揮它的效力 但是你把它放到這樣的地方 又角落 其實你太委屈了 那老師 我們家現在的空地 你覺得它可以放在什麼地方 好 它放到什麼地方 等一下我可以 意義的告訴你 而且但它的這個桌子的位置 也是錯的 是啊 因為它 所以它的整個 我們講小人的問題 從它的廁所 一進懸罐的問題 就可以看得很明顯 但是如果說你把這個地方 當書房的話 你應該怎麼用 就是你整個桌子要移過來這邊 要面向這邊 而且這裡有個很強大的靠山 所以說你的書櫃 可以放到前面沒有關係 因為那邊有個梁可以弄著 或是書櫃放後面也都沒有問題 但是你人一定要坐這邊 因為你的左邊的開口是門 而且你又是針對大門 把它要坐 所以你可以環抱四方 所以你可以溫泉濕湧這樣子 好 了解 好 從事這邊要規劃一下 好 對 好 不然你們現在應該那個 應該是說那個什麼購物專家 最重要就是口條嘛 對啊 那口條它還有什麼可以放的嗎 其實口條可以放的話 你要增加你的口材 你的運勢的話 其實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放這個 零 然後這個零放的是對的 對 為什麼 是 零就是五行代表金 金跟講話有一個金 那如果是雞的形狀 不是更好 雞零 雞 雞零一點 雞零 為什麼要放零呢 因為零象徵可以帶 好的音韻 帶來好韻 因為零有這個 對不對 那零在以前來講的話 是一個祈福招福的動作 所以零呢 你可以放在流年的桃花味也可以 或者是說你放上這一個 如果說你是靠嘴巴吃飯的 對 靠人際關係來做這個業務的 你可以擺放這個零 在你的桌上 也代表 因為它有五個零 也象徵五福 零門的意思 好 難怪你們會賣 搭檔這樣子 真的嗎 很會說服自己 對 它就是這樣自己買的 別人也會跟著 對 真不愧是購物專家 琳瑯滿目的開運物 鬥金佔據整個書房 但開運物不是多久有用 還要放對地方 例如皮修就適合擺在玄關 而有開過光的神像 適合擺在佛堂 另外 將同齡擺在書桌 可以提升口條 而將文昌塔擺在書桌隆邊 則可提升學業和事業 而接下來將前往爸爸的房間 但恐怖的床位煞氣 已經讓他生病好多年了 後面那間我爸爸的房子 對 你爸爸有200公分高是不是 沒有 爸爸在打籃球 不是 因為我爸爸後來的時候 有跌倒過 所以我就 你知道 長輩他起來的時候 不好爬起來 所以就人家 護理人員就建議我說 如果他能夠躺在上面的時候 腳一放來 著地就可以 就不會出力 不然你要人陪他 對 所以爸爸後來是身體 越來越差就 越來越差了 然後就後來就去 住在醫院裡的護理之家 現在住在醫院 對 住多久 八年 八年 對 真的啊 八年 八年 那醫療費用呢 一個月四萬多塊 這個口罐 護帶也很大 但是當然健康就是最重要的 沒有辦法 所以他是不是住在這一間的時候 就已經有什麼徵兆了 一定是有的 因為其實健康是最大的財富 如果你連這個健康都過不了 你要找什麼財 所以你看這個床 當然因為如果說你是因為 就是說老人家下床方便的話 你墊這麼高 我覺得這個是不在風水的範圍內 但是正常來講的話 如果說你一般人床墊這麼高 其實很容易產生一個 氣虛的現象 氣虛是什麼 我們人有一個精氣神 氣虛的話其實會讓你的精神 還有你的養分 好像常常會讓它卸掉 會不見的意思 所以很多時候 什麼情況會造成氣虛 第一個床太高 第二個有些是很喜歡做落地窗 有沒有 然後他可能一歲 結果他的窗台 開得比他還來得低 那個也會形成氣虛 還有一個氣虛的現象 就是我們知道床尾對這一個 是嗎 落地窗 對 這個也會造成氣虛的現象 所以氣虛這些現象都會造成 你的健康上的影響 只是說每一個影響的層面不一樣 一般的話就是說 這樣濕出外露的影響 其實是來自於生殖系統的影響 會比較多一點 後面也放個眼燈 對 那時候聽人家講 那個護理師講說有炎燈的話 爸爸會比較好睡覺 護理師跟你講 對 他說他有 涉足風水就對了 沒有 他是說他有那個什麼遠紅外線 有一些能量 可以提升一下 因為你這裡離伏地又更近 對不對 就是 好像不用 不用幾步就到了的感覺 我不用看出去 你這樣就看得到了 不過其實起來就看得到了 說到炎燈 這個也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 我覺得一個觀念要很重要 就是說很多人說 房間放個炎燈 會讓你帶來好運 會可以怎麼樣 但是如果說你本身的睡眠 是很習慣 是全案的 先點個炎燈 反而會成為你的負擔 你會睡不著 所以如果你真的硬要點炎燈 那我也不建議你放床頭 你應該放到床位 或是說比較不會影響到你睡眠 有光的一個地方 也可以啦 如果硬放的話 床可以的嘛 要不要是藏在櫃子一樣 這樣會比較暖嘛 對啊 但其實如果你真的 也會有這種睡眠上的障礙的話 其實你免可不要點 要是我們的工作壓力很大 回來有時候晚班 沒辦法馬上把自己 平靜下來 對 沒有辦法 是真心機啊 我又很喜歡吃藥 我想說就點那個 開支燈 其實你不然好好休息 也是確實是你 主要你睡房的那個問題 所以他房間 他房間的問題 對 真的 趕快來去看 快點 老師好 好 你的房間 那就隔壁這一間啦 不是隔壁這一間嗎 對 就沒有別人房間 不是 不是這一間 不是 不是 這是 這是倉庫 自己在家裡會打掃的 這是倉庫 你沒有地方睡啊 沒有 這弟弟因為到國外去念書了 所以我就把它通通睡到這裡 從大門進來 房間都已經看完了 但卻找不到宇朋的房間 究竟他家還藏有什麼玄機呢 好 這個房間是在哪一邊 我的房間在那邊 等等 那邊大門 大門在過去那邊 他是說大門 他在隔壁擺了一戶 所以你們是在一戶中 沒有啦 就在門的過去一點點旁邊 什麼 你的房間在門外面 對 我帶你們去看 真的 隔壁戶不是啊 不是 我 我 怎麼那麼起啊 是他已經過了 房間進在房子外面 到底怎麼回事啊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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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間是在哪一邊 房間在那邊 等等 那邊 那邊是大門 大門在過去那邊 他是說大門 他那個擺了一戶 所以我們是在一戶中 沒有啦 就在門的過去一點點旁邊 什麼 你的房間在門外面 對 我帶你們去看 隔壁戶不是啊 不是 怎麼那麼起 誰在接我 怎麼可以在 在這邊 他大門在這裡 對 這裡就等於要出門了 對 對 然後這樣進他房間 所以早上起來出門很快 你房間是在 你根本不需要裡面的東西嗎 你整間房子的外面喔 這樣算外面嗎 這樣我就走出去 好像在外面嗎 你整間房間就好像在門的外面 那個空間了耶 對啊 可是上面沒有涼啊 對啊 然後它也左右逢圓 好像沒有感覺太大的問題 是不是這個鐘 其實這個鐘的那個尺寸太感 過大啊 其實我們剛剛講 我們先講這個鐘的問題好了 好 鐘的問題呢 其實房間擺放10鐘 鬧鐘都很正常 但是如果過大的鐘呢 比例不對的鐘 會讓你造成沒辦法好好休息 我們之前去宇安家 他地裡的房間上面是掛一個鐘 對 就勞碌不休嘛 對 那來到這邊呢 他這個房間掛一個很大的鐘 也有象徵這種 勞碌不休的一個因素存在 因為我們工作你知道 絕對不可以遲到 太大了 沒眼睛不好 所以看到 我這支火車在買的 房間沒有放中 你是說 對啊 不是 房間沒放中 我會很沒安全感 對喔 但是不用這麼大 像這種鐘的話 它的比例來講的話 我們一般認知它一定是客廳的鐘 而且我們常常講 它這個房間最大問題就是 我們常常講的一個 什麼叫明廳暗房呢 明廳暗房除了就是客廳要亮之外 房間要暗之外 這個說法之外 明廳也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你的客廳要在前段 房間要在後段 對 但是它是整個房間的 在前段 對 就是在你的前段 而且其實我們剛剛進來 不是先經過你的客廳 是先經過你的這個主臥房 所以你已經不符合這個 明廳暗房的標準了 它也是 它的房間也很亮 因為它的房間的陽台 比客廳的陽台還大 是 所以就是明房暗廳 好 那如果以這個 因為爸爸其實住在那邊也八年了 對 如果以兩間房間來看的話 你會建議他搬到後面那間嗎 當然 可是他 當然 可是又對到 老師 你不是說對到後面的腳嗎 我也會很快抬出去嗎 好快 那他到那一間 當然那一間之後 這一間能做什麼 這間那麼好的 做倉庫嗎 一個陽台 這一間整套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過 他那個書房裡面是不是有一個黃財神 對 黃財神這個地方其實很適合 把你的書房全部把它搬過來 因為我們常講 書房在前一段的話呢 公民就會張現 而且會有一個很大的陽台 你把它財神放過來這邊 可以放在這邊嗎 當然不行啊 如果這個地方 做一個正式的佛堂 或是正式的書房的話 一定會更好 對 這樣運勢就會響叮噹喔 對 這很棒 對 這很棒 可是他到最後那一間 你剛剛說那個 那個什麼 濕出外露那個地方 他只是把它 其實他只要把它的床位移開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說 他剛剛濕出外露的原因是因為 他是不是那邊 有一個壓樑的地方 做一個衣櫃 對 但其實那個衣櫃把它拆掉 那個樑的地方 你墊個床頭櫃 然後把它墊出來之後 床就把它擺像你的 這樣子的一個 轉過來 對 這樣就不會有濕出外露的影響 其實你今天的風水跟你也有 只是說你就是 比如說門口你多了一個鏡子 或是說你的東西 不應該放在書房 然後就是一點小改變 我覺得你應該就不會那麼辛苦 對 我覺得他很樂在工作 對啊 現在只是也樂 他也很想樂 樂在工作 對 我也樂在工作 對啊 你是一個很... OK 很快樂 感謝你守住前更好 希望爸爸身體健康 早日快樂 好 然後你一夜好眠 好 真的 我會在遲到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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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